朋友,这几天过得还好吗? 前面两次,第一次带你认识耶稣 第二次教你怎么样子祷告 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个 也是常常在教会里头我们所讲的 叫做亲近神 或者是有些人称他为灵修 安静时间 其实讲来讲去就是 亲近神的意思 是我们需要花时间 跟上帝这一位爱我们的神 有一个聊天的时间 有一个分享的时间 圣经上面是怎么样子说的呢? 他说我们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 所被创造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是神的形象所创造的 我们就可以跟上帝一起来沟通 他把我们当作家人 他期盼听见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讲 同样的时间 他也愿意把他的心跟我们来分享 这最特别的一点就是 我们讲的是一个关系了 而不是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 神经上面他这样子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上帝啊 求你指教我 让我知道你的道路 求你教导我 指引我 教训我 求你救我 这是很美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一直想要更多的亲近神 同样的时候更多的了解神 而神也会把他的智慧 把他的能力 把他的恩典 把他的祝福 天天地夹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所以我们常常说 要亲近神 不是因为他在上面会生气 不是因为 好像这是一个宗教仪式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好朋友 难道你不会想要跟他分享吗? 丈夫 难道你不会想要跟妻子聊天吗? 男朋友想要找女朋友 女朋友想要跟男朋友说话 我们想要跟我们最好的朋友常常聊天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灵修做什么呢? 读圣经 祷告 敬拜 我们接下来 就想要鼓励你 每一天 能够读读圣经 就像是我们所给你的 那一本的荒漠甘泉 每日灵粮 可以用这个 让你的生命变得不一样 怎么样子敬拜呢? 我们也鼓励你 在我们的网络上面 TopChurch T-O-P-C-H-U-R-C-H 点net 上面 有很多敬拜的音乐 你可以来听 一起来敬拜 同样的时候 我们也会寄给你 一些我们所灵修 所讲的一些信息 短短的 90秒的信息 能够帮助你 每一天的生活 都能够有神的话语 朋友祝福你 让你的生命 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愿上帝大大的祝福你 我还会李多子 是一个不一样的 我们也是一个不一样的